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Windows 10的新增功能 虚拟桌面 因为现在的电脑硬体非常强 以CPU来说最起码都会有双核心 所以现在的Windows也讲求多工作业 让一台电脑能够同时处理数种工作 可是我们的电脑萤幕就只有一台 也只有一个桌面 软体开多了就会很乱 有时候反而更难找到需要的软体 这个时候虚拟桌面就可以将作业分类 同一种作业软体可以归类到同一个桌面里面 我们实际上来操作看看 首先点开虚拟桌面 点选添加桌面 现在就多了一个桌面 再点选加 现在总共有三个桌面 我们在桌面空白的地方 点选一下滑鼠左键 现在虚拟桌面的视窗列已经消失了 再按一下虚拟桌面 我们刚刚建立的三个桌面并没有被删除掉 接下来我们开一个KM Player 按一下虚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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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Player出现在桌面1 假设我们在桌面1看电影 现在选择桌面2 桌面2自空白桌面 开启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开启两个网页 Yahoo Google 假设我在这里寻找资料 现在选择桌面3 桌面3是空白桌面 开启文字文件 Word 假设我在这边做文书工作 点选一下KM Player 就直接进入桌面1的KM Player画面 再按一下虚拟桌面 再KM Player按一下滑鼠右键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将KM Player移到桌面2 还是桌面3 选择桌面2 大家可以看到KM Player跑到桌面2 这就是虚拟桌面的功能 可以将作业分类 达到整理画面的效果 谢谢